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是塔塔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平常早上我是怎么打蔬果汁的 那要打出好喝的蔬果汁,有没有什么诀窍? 有哪些蔬菜或者是水果是比较不适合打生机营的呢? 可以打生机营的蔬菜很多 今天我列举几样给大家参考一下 像是西洋芹就蛮必备的 还有红萝卜也是 紫色的橄榄菜或者是一般的高丽菜 彩椒 还有牛番茄或者是小番茄 小黄瓜几乎是我冰箱常常有的蔬菜 还有青椒,打生机营的时候我也蛮常用它的 苦瓜我偶尔会加在蔬果汁里面 苦瓜是可以生吃的蔬菜,不过山苦瓜的草酸比较高一点 建议要先汆烫一下再打汁 如果蔬果汁里面有加苦瓜的话,可以切几片姜片平衡一下苦瓜的寒性 再来是叶菜类的蔬菜 我通常会买无权湿栽种的生菜,除了没有农药的问题之外也不会有虫软 清洗上非常的方便,很适合忙碌的人喔 像是芽菜类也不需要施农药,都蛮适合生机营的 只是芽菜比较凉,我比较少吃 通常可以生吃的蔬菜就不需要先汆烫过 这样也比较能够摄取到蔬菜的酵素 那像是深绿色的蔬菜呢,它就比较不适合拿来打生机营,例如地瓜叶还有菠菜等等 我手上这个蔬菜是塔塔菜,它属于比较深色的蔬菜 我就会建议大家要先汆烫过再去打成蔬菜营 深绿色的蔬菜炒酸比较高,生食的话容易影响钙质的吸收喔 另外就是淀粉的部分 我通常一杯蔬果汁会另外搭配一些淀粉食物 像是南瓜、地瓜、马铃薯或者是五穀饭等等 蛋白质的部分也可以煮两颗水煮蛋 或者是一份鸡胸肉 甚至补充一些高盖的蛋白素营养品 水果类的部分基本成员一定会有苹果 然后还有凤梨也不错 柠檬是我一定会加的基本成员 我觉得任何果汁加了一点柠檬汁进去 就会变得很好喝 水梨是现在当季的水果 有时候我也会加 还有黄金奇异果跟绿色奇异果 也都很重要喔 不过黄金奇异果的糖分比较高一点 有在控制糖分的人要多注意喔 酪梨也是相当好的水果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也是很多减肥族的最爱 我手上这两个呢 一个是葡萄柚,一个是甜橙 甜橙的糖分比较高 可以为蔬果汁带来甜味 单独葡萄柚打成果汁也非常好喝喔 香蕉是非常好的水果 不过我打蔬果汁不太会加香蕉 因为香蕉是属于甜味的水果 它跟柠檬这类酸味的水果就比较不适合打在一起 加在一起的话,我的肠胃会比较容易胀气不舒服 当然也有人会打香蕉凤梨 但是呢还是要依照个人肠胃的状况来漂配喔 芒果也是目前当季的水果 你可以打成芒果凤梨汁 但是这两种都是属于比较优发过敏的水果 如果有过敏体质的人不要太常吃喔 再来呢是紫色的水果 蓝莓跟葡萄 蓝莓不会太甜 打果汁的时候呢可以混合一点葡萄 味道也会很棒喔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几款不错的果汁 像是苦瓜凤梨汁 除了水果之外,我有时候也会加几颗紫树莓进去一起打 这样不仅好喝,也可以缓和一下苦瓜的苦味 香蕉在我们家通常都是跟乳制品一起打 可以加一点无糖优格跟豆浆或者是牛奶 另外你还可以加一份腰果或者是任何喜欢的坚果一起打 会很好喝喔 优格跟牛奶很适合跟酪梨一起打 一点无糖优格跟牛奶 有乳糖不耐症的人可以通通都用豆浆替代喔 像这个组合里面呢 也可以替换成芒果就变成芒果油格啦 葡萄柚你也可以这样组合 加入一点柠檬汁,一点甜橙 就是很棒的果汁了 葡萄柚也可以搭配红萝卜 还有柠檬,牛番茄 彩椒一起打 这样打出来就会是橘色的蔬果汁喔 我们可以加一点薄荷叶装饰一下,看起来会更可口喔 是不是很美呀 喜欢甜一点的人呢,可以换成甜橙 会更好喝喔 抗老防癌的蔬果汁呢 我们可以用蓝莓跟葡萄 一点紫色的橄榄菜 还有苹果跟一点柠檬汁 现在刚好有这个金桀 夹一点进去味道也会很棒喔 大概像这样摆放 苹果就放在最下面 像这样非常健康的一杯蔬果汁就完成啦 这个配方如果去掉柠檬加入优格跟牛奶一起打的话 就会变成一杯梦幻紫色的蓝莓优格啰 这个小朋友的接受度也很高 凤梨蔬果汁的话也可以加入半颗的奇异果 一点柠檬汁 一支西洋芹 打出来的将会是金黄色很美的果汁喔 绿色拿铁的部分我会用到比较多的生菜叶 然后搭配一点苹果是必要的 还有半颗的绿色奇异果跟半颗柠檬汁 有金桀的话也可以替代柠檬喔 另外我会加一条小黄瓜或者是青椒 如果是比较凉的蔬菜你可以加入几片姜片跟黑胡椒一起打 平衡一下寒性 不用小黄瓜也可以用酪梨来替代喔 这样打出来的蔬果汁非常的好看又营养喔 可以打的蔬菜水果其实蛮多种的 你可以每天都替换不同的蔬菜跟水果来做变化 像是柠檬汁 奇异果 青椒 小黄瓜 西洋芹 还有综合生菜叶 这样打出来的蔬菜饮其实都蛮好喝的 有水梨的话也可以加一点 我觉得也很不错 包勒今天没有买到 蔬果汁加入一点包勒也是很棒的喔 还有一款很不错的果汁 就是红萝卜苹果汁 我通常会加入一点柠檬汁 这样就不会觉得红萝卜的味道很重 或者是加入一点紫苏莓也可以压住红萝卜的味道 有一款红色的果汁是比较补血的 有用到苹果跟牛番茄 还有一些红椒 有时候我会再加入这种有机的菜根汁一起打 味道会更好喔 也可以省去打甜菜根的时间,是蛮方便的 然后补一点柠檬汁,我觉得会更好喝喔 像这样一杯火红的红色果汁就完成啦 因为番茄是枝蓉性的 建议大家可以在喝的时候加入初榨冷压橄榄油 搅拌一下,这样可以让果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喔 打蔬果汁,一开始不适应的人可以多加一点水果 之后再慢慢的减量 这样才不会吃得太甜,反而胖了 我通常水量跟冰块是1比1 水量加下去只要超过刀片的高度就可以了 现在来跟大家示范一下绿色的蔬果汁 西洋芹我通常都还是会刨掉粗丝 这个头尾脏脏的我就不要了 然后切对半 再切成冰状 我大概用了60克左右 这边有前两天用一半的苹果 大概切70-100克左右 喜欢甜一点就多一点水果 这个是昨天切剩下来的青椒,大概是60克左右 小黄瓜我用半条,大概是60克左右 小黄瓜我用半条,大概是60克左右 剩下的半条可以先放到真空保鲜盒里面,下次再用 绿色奇异果,头尾去掉后再来削皮会比较好削 今天我用了半颗 剩下的半颗我就放到真空储物杯里面先保存起来 打蔬果汁呢,我一定会加柠檬 柠檬除了可以掩盖某些蔬菜的生味之外 也可以有效的排除我们体内的毒素喔 而且呢,柠檬含有柑橘类黄铜素 可以抗发炎,抗氧化 柠檬也能够减少脂肪合成,进而达到减重的功效喔 我通常是加一颗,怕酸的人可以随喜好添加喔 生菜的话我大概会用50-60克左右的分量 可以混合不同种类,会有不同的营养喔 然后叶菜类我都是放在最上面一层 一点水 加入一点冰块 我这边只要按全自动按钮就可以了 然后机器会先帮我抽真空,再做搅拌的动作 大概经过90秒的时间,机器就会自动停止搅拌 再做搅拌的 你看,这边连盖子残留的果汁都打得非常细喔 其实蔬果汁要打得好,调理机很重要 如果调理机没办法打得细致,喝的人也会觉得不好喝 当然,每天就很难勉强自己继续喝下去了 像这种蔬果汁,你还可以加入一些初榨冷压橄榄油进去搅拌一下 对我们的肠道都有润肠的作用喔 像是我自己比较喜欢坚果跟蔬果汁分开吃 这样我就可以一边咀嚼,一边喝蔬果汁 会消化得更好喔 像是淀粉类我也喜欢分开吃 这样才会觉得有在精实的感觉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